本來以為說 這裡以前我們都講 它是一個颱風窩 颱風窩就一個一個形成 一個一個攻擊 沒有 這個凱米風窩太恐怖了 對 它是等於說 我在這裡形成之後 周邊的小的颱風窩 我居然一個一個 把它給吸納進來 保姊剛才提到說 凱米颱風 它是西太平洋的這個蜂王 而且中國大陸是嚴陣以待 好 那有沒有 這個蜂王是怎麼形成呢 保姊 因為它就是一個吞石獸 或者是你說 它有吸星大法一樣 吞石獸 主要把周邊的所有水氣 全部都吞石在它身邊 保姊那前一陣子的時候 這個日本的這個 相關的氣象的這個專家才說 因為前一陣子 在這個低壓帶的時候 不太有颱風 所以他說現在 居然可能同時會有四個颱風 也就是颱風四號 颱風三號就是凱米 然後包括還有兩個低氣壓 他說可能會出現四個颱風 過去大家都說不太有很多颱風 現在這個謠言可以打破了 就來講一天之後 保姊沒多久之後 居然變成一個颱風 幾乎完全 這個兩個低氣壓 還有這個巴比倫 其實完全都被它結合 所以 被它吸光了 被它吸光 所以它為什麼水分那麼那麼大 就是沒多久之後都不見了 都被它吸過來 也就是說它自己 為什麼現在 能夠用那麼大能量 除了在台灣 中間那個是凱米颱風 左邊的是巴比倫 後面是93跟94的熱帶地吸 對 就看到慢慢慢慢慢慢的 被中間給吸掉了 你看本來都還有一些 雲雨帶在那個地方 後來都完全不見了 但是緊接而來的話 就是凱米颱風越來越強 所以我們就說 它一個人 把所有的能量全部吸飽之後 難怪會變成是現在世界上 很珠喜 它是全世界最強烈的一個颱風 一個風暴在這個地方 我們講現在在地表上有三個颱風 有三個颱風形成 剛剛講的我們這個現在就是凱米颱風 另外剛剛講的墨西哥灣 還有在這個美洲都有颱風形成 是 它說很恐怖的是 最強 最大 能量最多的就是凱米 也難怪現在對台灣造成這麼大傷害 對 我們剛剛講說它是西太平洋的這個風王 沒有 它現在是全世界的風王 全球風王 它現在是最強的一個颱風 你看 包括像這個巴德 這個在加勒比海這個地方 現在非洲這個地方也有一個颱風 但目前為止 都比不上凱米這麼的強 所以才說 為什麼凱米會對我們台灣造成這麼大 特別是中南部這麼大的傷害 它的確是不折不扣的強烈颱風 我看到天氣風險網站 特別提到說 為什麼它會這麼可怕 因為它把所有最不利的狀況 全部集合在一起 包括外圍環流 西南汽流 海水道貫 水庫滿水位 大潮 颱風歸宿 再加上高屏地區的低蛙 所有七個最不利的狀況 集合在一起 才造成今天以後看到 整個高雄全部進入到了一個水世界 沒錯 像今天高雄真的非常非常的慘 那不只高雄 屏東部分地區 還有台南也是一樣 那為什麼會這個樣子呢 保全因為這一次 人家就對比到莫拉克 為什麼莫拉克在台灣創下了這個驚人的降雨量 這一次恐怕也不會比它少到哪裡去 那為什麼這樣 因為你看 這邊有一個叫做 西南汽流的肥厚的雨帶在這個地方 然後它往這邊吹過來 因為颱風本身的吹息就是這樣的方向 然後這樣吹的時候 它又把很多的西南風引進來 所以這兩個結合在一起的時候 有一個非常肥厚的雨帶往裡面吹 裡面吹的時候 剛好這時候又是大潮 潮水往裡面灌 然後再加上什麼 加上目前為止 我們的水庫滿水位 水庫從昨天晚上到現在為止 都還在洩洪的這個狀況 然後它又走了很慢 又把這個西南風不斷的帶進來 再加上我們知道 這個西南沿邊 本來就很多低蛙的地方 所以等於是因為有這麼多的條件 全部集合在一起 才會造成目前為止 我們高雄啊 屏東啊還有台南 這麼大的災情都出現 這幾年其實台灣都有一個壓力 我們有缺水的壓力 缺水壓力有一個關鍵 就是燈文水庫 燈文水庫 它缺水到很多農業都要休耕了 就沒有想到現在水太多 水太多燈文水庫排紅 排紅還要什麼程度 一下子把一個南化水庫的料給排掉了 對沒錯 我記得今年大概三四月的時候 我們在那邊擔心說 欸今年的水型不太樂觀 結果沒想到沒多久的時候 現在水型是完全爆 為什麼現在保濟你知道 南化水庫 池門這個南化水庫 還有包括說像這個 這個白河水庫 甚至是烏山水庫 珍文水庫 現在全部都在洩洪 因為為什麼 因為真的上面積的水太多 真的有些已經超過百分之百 也就是說它不洩洪 真的會危險到霸體 你看突然之間 這麼多水灌進來 你就知道從水庫 都蓄積這麼多水 你就知道說其實 下游的壓力是多大 好 那我們要講的 這幾年來講 高雄怎麼在淹水 為什麼西南氣流 對高雄的衝擊這麼大 今天有人潑了這張圖 我就看懂了 搞了半天 他們這三個山 加兩個溪 等於說是老農溪 包括南紫仙溪 GO 直接的 跟你平行的 風如果西南氣流直接吹上去 它就直接吹到這個上面去 吹到上面去以後 虛擬大量的水 再排下來 沒錯 實際上我們剛才不是講嗎 很多這個天氣的要件 都形成之後 還有另外一個就是本身的地形的問題 你看看 目前為止 寶傑你仔細看 這高雄的這個茂林已經下了 這個24小時已經下了1300 然後包括說像這個茂林區 另外一個地方 還有三地們 都幾乎都在這個地方 下了那麼多 1200 竹起其實也是在這附近 這樣一個狀況 你要知道下雨下那麼多 為什麼下那麼多 我們剛才講不是西南氣流 跟這個颱風結合在一起 往這邊吹嗎 這樣吹的方向 剛好你看 這邊來說的話有兩條溪 一個是這個男子仙溪 一個是美龍溪 老龍溪 兩個結合成這個高屏溪在這個地方 它順著這樣封 然後剛好這邊有阿里山山脈 玉山山脈 還有包括中央山脈的南段 它就沿著溪谷這樣往裡面吹 往裡面吹的時候 那會有什麼現象 我們知道在峽谷裡面 這樣吹風進去 會越吹越 會越吹會越遠 然後水氣就蹭著這樣往上 往上 然後往上進去的時候 會每集大量的雨 下在這個地方 下這個地方之後又往下衝 往下衝的話 那當然會形成非常大的 這個災害的這個情形 所以等於是說 除了我們剛才講到了 到外面它西南風啦 然後大草啦 水庫那麼多 還有加上它本身的這個地形的關係 導致整個高雄目前為止 還在有部分地區淹水 非常嚴重的這個情形 那這是所有最不利的狀況下 全部集合了 對 沒錯 我們看到早上的時候 寶傑 高雄港 高雄港的話 你看這個一度了 它已經快要淹過整個這個 這個碼頭 這樣一個狀況 那好 除了這個之外 這個波浪 對 波浪不是在海上 是 那除了這個之外來說 很多高雄人都會去的 這個三鳳宮的前面的廣場 目前它前面有一個幸福川 就被它幸福川暴漲 暴漲之後慢過去之後 很多人都已經分不清這邊 那因為愛河 愛河目前為止來說 也是水都淹過來 所以在愛河旁邊的 岩城區 很多區 目前為止也都有部分的地區 還是泡在水中的一個狀況 那除了這個之外 還有美濃溪 美濃溪在這個高屏溪的這個上游 那美濃溪這樣的話 導致什麼 美濃啦 旗山啦 這附近來說 也都是出現非常大的問題 所以我的溪水全部爆炸 對 甚至在田寮 田寮我們知道很多人 都會去越世界嘛 那越世界那個地方 目前為止已經不是越世界 它變成水世界 就完全都淹滿了這個情形 所以那 事實上目前為止 高雄山區還在下雨 不過現在呢 已經慢慢的往北移了 目前為止來說的話 雲嘉南 嘉義南的這個附近的山區 可能要格外的提高警權 而且高雄這次讓人家注意的是說 一般來講 淹水你是有一些局部性的 沒有想到高雄現在 幾乎是一個全面 進入到了一個水世界 而進入到水世界 我們知道 現在高雄有很多的大陸 它也有很多的新建築 這種新建築最怕的 最怕這個水淹到地下室 我底下的車子我就完蛋了 左營區現在有 該有很多新的這個大樓 新的大樓 他們沒有遇過這麼大的雨 就是要怎麼大雨 大到什麼程度呢 他們這些人必須要去 這個他們有一個鐵的門 在那個地方 擋住他們的這個洪水 但是洪水已經快要慢過去了 他們很擔心這個鐵門會變形 所以他們有水砸門 他們去擋它 擋住它希望這個水砸門 不要出問題 否則這個水下來了之後 哇 恐怕 它這個地下室會有 賣過非常多水 那這裡面來說 因為很多豪車嘛 因為我們這邊很多 都是科技新貴住在這邊 它這個 左營在往北就是南嶺嘛 所以很多這個 很多他們住在這個地方 你看很多地下室都淹水 像這個是 BMW BM4一大堆的車 所以我們都很緊張啊 那要是我的話 我已經趕快去 擋住這個水箱 不然的話 真的下來的話 不是開玩笑的 另外還有 左營 這是左營的名載 我今天仔細看了 它是二樓喔 二三樓喔 就在它的窗戶 地窗關起來 你看看 外面的水是這個樣子 那為什麼會這個樣子呢 因為很簡單 因為水了 我們看到颱風雨了 有時候是這樣斜著吹進來 斜著吹進來之後 然後它這個排水 而且它的陽台都積水了 它的排水又沒辦法排得太快 所以等於 你知道 你就知道它瞬間雨量 比這個排水量都還要更大 才會造成這個 積水成這個樣子的狀況 既成這個樣子 你就知道說 而且水還從裡面這樣淹進來 它這看的真的是嚇都嚇傻了 這水如果進來的話 它整個完 它還用水桶接著 它二樓一定完全 都會被這樣子的狀況 那甚至還有一個束縛說 我開車出去 開車出去就沒想到 變成是滑水道 整個這個水這樣滑這個進來 它根本就不敢往前進 這就已經嚇死了嗎 對 那特別是在領雅 而且這次是很多高雄的市區 左營啦 然後包括說美術館那一帶 農石六啦 甚至在領雅區這邊 都是這樣 因為高雄是目前為止 整個都是不分很多地方 全部都是在一個 這個大水蔓延的這個狀況 因為今天傳出一桌的 這盤打臉 它美術館 美術館現在是高雄 整個地價最高的地方 對 連美術館 前面都是我家門前有小格 這個畫面 這個畫面就是美術館的豪宅區 你看這美術館前面的路來說 幾乎完全都是 已經變成是 這個完全這個 黃土一般的這個河流在這邊走 那甚至連難一點的小港 小港也是一樣啊 小港中林路那邊 很多人就開車 哇好像真的是在水裡面 開車一樣的感覺 你就知道說 其實高雄目前的水位 還是蠻高的一個狀況 所以剛才講的 就有一個特斯拉車子 開著開著 就變成路上行舟了 對 你可以看到這畫面 這畫面你能想像嗎 這個水 你看這是特斯拉的車子 特斯拉因為是電動車 所以它又勉強在這個水裡面 這樣開 那已經完全淹過了 它的這個所謂的 它的引擎 它沒有引擎 它嚇死了 前箱這個部分 如果你是一般的這個 這個所謂燃油車千萬不能夠這樣開 好那除了這個 你看這個水這麼多之外 再往山區一看 你看旗山這個地方 有出現所謂土石流 那因為土石流來的時候 結果沒想到不幸了 土石流陰入這個民宅之後 造成人員死亡的這個情形 另外 因為這個目前為止水大量進來 所以整個排水系統完全失領 為什麼完全失領 你瞬間湧入這麼大的水 我跟大家講 這真的 你任何的這個再好的排水 都可能很難抵擋得住 那甚至你可以看到這個在人舞這個地方 人舞這個這個 這個旭洪池也是完全是滿的這個情形 你說現在高雄所有的旭洪池 對 全部都滿了 甚至不是的話還有網紅 他們家都淹過去 或損失好幾百 百萬以上 你知道它目前為止高雄還是 處在這個非常 可能要期待這個救援 或是在要再後重建的階段 但是現階段的時候 可能嘉義或雲林 或是台南 大家要格外小心